这两天有几个种植后问我啊 就是也想做无土栽培 然后问用沙子怎么样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是在中国种地啊 还是准备在非洲种地啊 他说当然他在中国呀 我说为什么要用沙子呢 然后他说看了很多信息说 用沙子栽培怎么怎么好 事实上你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想过呀 就是说我们在种植这块 你不能是人云亦云啊 是吧 然后沙子以前是论车卖的 现在 那个一吨沙子在一百多块钱 实际上在无土栽培当中呢 用沙子栽培是 性价比是最差的一个 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来说沙子吧成本并不低 另外一个呢就是无土栽培当中呢 机制栽培啊分为有机机制栽培和无机机制栽培 有机机制栽培就是好比如说椰康啊 蚯蚓粪啊 然后包括那个牛粪啊 锯末啊这些都可以从为游击机制栽培啊 它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说出热比较好 外面温度变化了 变化以后呢那么种植袋里面的温度变化不是那么特别剧烈 并且保水效果也比较好啊 透气效果也非常好啊 无机机制当中呢你好比说沙子啊 沙粒啊 珍珠盐啊 这些都属于无机机制了 但是无机机制它最大的一个缺点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说它这个热容比太差了 外面温度高的时候你这种植袋里面啊 你这个机制槽里面的温度刷了上去了 外面温度降低下去了以后你这个种植槽里面的温度刷又降下去了 那么对你田田管理的话是很麻烦的 并且呢你这个用沙子的话 刚才说了成本又非常高 现在以前是论车卖的 一车可能几十块钱啊 你现在一吨下来有100多啊 关键是它一吨 一吨的量还不到一方啊 你秋云份 一方 那才多少 才六七百公斤 这一里一万一比较的话 那你可能用沙子成本会更高一些 是吧 一定因地之宜 不要人云亦云 知道吧 那你可能用沙子的车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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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车� 感谢观看